然後我們看完五六七個之後 都會圍著Burquitlam這邊 跟大家分享幾個樓盤的更新 其實比較早期 差不多是2021年的時候 賣出的幾個樓盤 他們的進度就相對會快一點 當然已經開始動工 我記得我那次做的是Smith & Farrell 比較多客戶去買 那座樓發展商Boffo是比較英俊的 蓋一些東西也比較可靠 那個樓盤也是當初 在這邊的眾多樓盤裏面 屬於蓋出來是很優雅的 它當初是兩座樓 北邊那座是高樓是residential 南邊是rental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北邊那座也是蓋得快一點 地基已經做好了 已經準備在蓋 南邊那座rental就進度稍為慢一點 它中間也會有泳池有回所設施 現在還有一些 penthouse 說說1700呎左右 差不多250萬元就可以買到 也有很少量的一房兩房三房單位 從Smith & Farrell 一路向東邊 過去就是Berquillum Skytrain 過了Skytrain的對面 另一個發展商 就是Consert Properties Consert的話 它當時的屋苑發展 暫時是一座是residential 現在正在建前面天程的位置 它已經畫了地基出來 逐步向上建 我記得當初Mirriot的Extimate Completion 大概都是2025-2026左右 現在高樓的這一座 其實當時都是同工的一個Rental Tower 那座應該會首先落成和開放租墓 之後residential再慢慢蓋好 我們中間就夾了一個YMCA 我很好奇去看看 現在YMCA是否已經蓋好可以用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我們現在去發掘一下這個YMCA B.T.Aliart 首先拍入雅年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室內泳池 有一、二、三、四、五條 我也想游泳 比我們那邊的泳池好漂亮 今晚不如去游泳 然後 這裡有一些辦公室 和辦公室 哇 哇 要飛才可以進去 我們這邊 應該要有Ticket才可以進去 那裡有籃球場 你目測都看到很多東西 有籃球場 還有一樓上 應該還有一個gym 對 對 有幾層樓高 YMCA 一個gym在這裡 那個gym應該很大 Atrium 那個籃球場也很大 每兩個星期 如果你是年輕人的話 就 三十六歲以上 就三十二元 Joyna fee 然後它有一些session 對 其實是類似政府的 community center 對不對 這樣也很方便 它這個session 是全新的 然後 又在skytrain旁邊 其實這裡附近的 那些叫做 屋 不用說 做很多會所 已經有個很新鎮很漂亮 好 玩完 好 我們來到這個 工地最密集的地方 每次開車 那裏是 Cloud經過 會發覺這個 極多樓盤 全都是高樓盤 之前 差不多是前年 2021年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的 Jungie 好像印象中 都是穿這件衣服 我覺得是 沒錯 都是這件衣服 Jungie在這裡 By Anthem 它現在的地基都說好了 已經正在興建上來 對不對 這個是Jungie 我記得Jungie的 Estimate Completion 應該是 2025年的年中往後 剛才我們剛剛 Platt & Como 就是那一座 維世獨立 特別高的那一座 然後剛剛 Concert那座Rental 它後面就是Concert 那個Mirriott 接著 我們就往西邊望 其實已經有其他樓盤 這裏有兩座 我們沒有在YouTube影片 提供過的 就是Leading High Macallister 一個是High Point 那個High Point 其實是再早期一些 是好像比Smith & Ferrell 再早些時候賣的 所以它都已經 起得比較高 Presidia 就是去年的時候賣 Presidia再前面 就是貼著North Road 其實我們可以走過去看 那裏是很多工地的 那邊就是在建 另一個 Time Line 另一個樓盤 La Meridium 再前面就是Banner 我還記得 我們當初 來過這個 做Site Check 做Site Check Gingery的時候 這裏還是不是這樣的 那些舊樓還在 然後我指著 在這裏會起 那裏會起 那裏會起 那裏全部都是吉地 現在已經隔了一兩年的時光 這裏已經全部都開始有很多風路 很多工地 這裏都是LATMAG 前面那三座 是BOSA Low Heat Height 在BOSA那一座 前一點 這裏的後面 就是BAN BAN的發售時間 其實是去年 BAN BY TAI 去年的年中到年尾這段時間 所以其實它現在 是未正式開始動工 可能要等多幾個月左右 再和大家更新 現在已經到達到LATMAG 我現在已經到達到LATMAG 我們這個方向 我後面繼續向南 現在我們已經到達到LATMAG By Shave Properties 是發展商的四座樓 之前差不多去年還是前年 都和大家拍片分享過 這四座High Rise Tower By Shave 其實近North Road 那邊是North Road 大家看到Sky Train的軌道 這兩座是Rental Tower 是會由Shave到自己下面 有Rental Team 去管理 這兩座 至少在Tower 4 我看到已經是人入住了 即是不能有交急 已經準備好 人們已經租住在裡面 另外這兩座 Tower 1、2 是Residential 他們是入面一點 所以他們沒有那麼多North Road的Noise 被這兩座隔絕了 我們剛剛也有觀察過 其實它已經是起得七七八八 都在做最後封頂的動作 工人在比較頂層工作 還有洗衣機都看到 差不多做到最頂的幾層 下面都做好了 所以預計它的交急期 今年應該都沒有太大問題 到這兩座 這四座是整個City Flow Kit 這個大項目的其中第一個 Phase 它之後還會繼續有樓起 什麼時候買就不知道 這個位置 基本上現在整個North Road的樓盤 我們剛剛有說了很多 在上面 這個方向向北望上去 那裏三座就是Low Heat Height 再那裏再上去 就是Berkulam那個站 我們一邊下來 已經是一邊向南 這個就是City of Low Heat Low Heat那個站 其實我們今天說的所有樓盤當中 只有City of Low Heat 或者其實大部份發售樓盤 只有City of Low Heat 它是屬於Bernaby的 即地址會寫Bernaby 因為它是屬於North Road的西邊 所以這個是City of Burnaby North Road的東邊 即甚至那邊所有樓盤 我們稍後會去看SOCO 那些全部都是屬於Kokulam 地理位置雖然在旁邊 但是因為一個City 一條路之隔 有些人會覺得Bernaby好像好一點 這樣就見仁見智了 當初City of Low Heat 在19年開售的時候 它的定價是同區裡面 所謂是最高的 當然發展商、配套等等有因素 因為City of Low Heat 其實也是跟Mall一樣 大家要記得 Shape的發展商的話 無論是Amazing Burnwood 還是Richmond Center 它起樓的模式 都是整個Mall一起去改建 就算不是馬上改建 都是以後的potential 所以這個樓盤 它會通回整個City of Low Heat Mall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Mall 其實是很大的 由Walmart到The Bay 還有大大小小的鋪頭都有 這個模特兒是舊一點的 期待它以後 如果改建之後會是怎樣的 另外它再連通的就是Skytrain站 所以基本上由這個project 走到Skytrain站 至於所有樓盤當中是最近的了 好了 我們分享完這四座樓之後 我們再看看周邊附近 如果大家住在Low Heat這個站的話 會多多少的配套 這樣 我們現在繼續由北向南走 走到 而這個浴步去到Low Heat 再下來 差不多是整條North Road 向南走最低的位置 這裡感覺上 城市繁華感 即地面商鋪類的東西 多了很多 我旁邊這條就是North Road 我們可以出來看看 基本上我們剛剛就是在四座樓的中間 City of Low Heat 那裡跟大家拍片 這個Skytrain站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條Skytrain軌道 彎進去就是那邊 剛剛被這個樓遮住了 在這個位置為何會特別繁華 或者會特別再吵多些聲音 車窗不停地來 因為大家可以這樣看上去 有兩條Skytrain軌道 我們這一條其實是細博線 這一條是Connect 比如Metro Town 去Downtown 去Sherry那邊 然後後面也有一條Skytrain 就是剛剛Burkulam站 那條是Millennium 即是千禧線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是住在Burkulam站 的話 Skytrain可以去Brandwood 去Coculam 如果你搭一個站 在Low Heat 那你就可以兩邊都聯繫到 你就可以去North Road 去Sherry 全部都聯繫到 這個就是Low Heat 在一個中轉站 可以兩條線都搭到 所以這個特別繁華 然後這裡已經有一些舊樓 即是新舊甲閘 有很多小的Mor 你一直看到它前面 都是一個小的Mor 而且很多Mor 我這次沒有辦法 好像平時在Richmond的Mor 叫出個名字 告訴你是什麼 因為這裡全部都寫了韓文 目測還有一些英文字 比如說 這個Optometry 應該是有看眼 有Ferr越南粉 有很多韓國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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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回我們現在暫時停不停的 這個停車場 都有些Hair Studio 有很多食韓國食物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Mor 就是很久之前 跟大家分享Ginji 還是Soko 的時候 都要去過韓國城 然後我們等一下都會去那裡吃東西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吃東西的影片 因為拍了一天 由早上拍到天下都很餓 還有一個超級市場 就是韓國超級市場 Henon's Henon's Supermarket 然後在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樓盤更新 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前面那兩座 那裡就是Soko Soko 可以說是Carrie 做了地產經紀開始 差不多是第一個 Soko One 是第一個和大家分享的樓盤片 但當初一開始是未做YouTube 但已經有在那裡買了單位 買了Anthem 後來之後是補拍的 所以如果大家回到我YouTube的歷史 它就不是第一條影片 但的確是做了第一個樓盤 Soko的位置可圈可點 有些朋友說它是整個North Road最藍 好像偏遠一點 就沒有那麼方便 但今天我重新revisit整個地區之後 我又覺得Soko雖然它是藍了一些 和低了一些 還有它也有多少少噪音問題 因為它其實除了North Road之外 有Skytrain和Highway One夾著 不過它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下街超級多食物 如果將這個Soko 和回到我們剛才上面 Burkulam的站比 吃東西 即是我們說的Supermarket 和吃東西 就有點差別 有些大了 例如我們看到Soko一下樓 它後面接著的已經是H Mark Supermarket 超大了 然後它過一條馬路 過來這裡 這一個Mall 韓國Mall 有極多食物 這個Mall 這個Mall 它的Mall底 裡面可以去吃東西 其實這個Mall 差不多是有三層的 由最底層有Supermarket 然後通進去還有一些室內的Mall 然後還有中間 你可以開車上到二樓 還有一些不同的壽司 韓國餐廳 那些Hash Studio 還有三樓都有食物 所以拿這個Mall 都超級多食物 好像來到這裡 感覺上 好像去Richmond 幾個Mall 黏在一起 Continental 開很多食物 不過全部寫在韓文 所以喜歡韓國風情 可以過來這裡玩一下 那Soco的話 它當初是差不多2019、2020的時候開售的 那當時開售的時候 是第一期分了North Tower和South Tower賣的 那它當時的Estimate Completion 都差不多是2024年左右交樓 那我們看它的進度 都很大機會明年或者最遲 2025年應該都交到樓的 那同時Soco One 就現在已經賣完 那其實Soco Two 前陣子都開始發售了 就是Antham 賣South Yard Brainwood 之前 其實它都有賣過那裡 不過當時時間比較緊迫 就沒有時間和大家分享 希望之後有機會分享 所以如果對Soco這個樓盤有興趣 又不想那麼快搬進去 想買下一期Soco Two Soco Two Soco Two的位置會比較安靜 因為Soco One 即是對正North Road 和Highway Sky Train 就會比較吵 而且當初我都很便宜 當初我買進來 是整個Low Hit Area最便宜的單位 那裡面Soco Two 聲音就會比較好 就會比較安靜 興趣的朋友可以問我拿回資料 發展商還有單位在賣的 我想叫一個Half Half的餃子 又吃餃子? 我喜歡吃這個餃子 KIMCHI餃子 很可愛 這個Sea Food Pancake 也可以 然後可以叫 這個呢? 叫 D3 好 現在我們就要這套了 因為走了很多路 拍了很多片 我們今天剛剛叫的東西已經來齊了 那是C Free Pancake 然後有些餃子 四隻豬肉 四隻KIMCHI餃子 這個是肥豬肉 和這些Lattus Wrap 還有一些Side DASH 還有那幾塊豬骨湯 牛骨湯 是牛骨來的 牛骨湯 對不起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開始試試看 牛骨湯是主菜的 對 最喜歡吃這個 先選這個 好像吃得很開心 很餓 先吃個KIMCHI餃子 咦? 你是不是這個Sauce 對 不發辣嗎? KIMCHI餃子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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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軟 好味 其實我很喜歡吃這個 就是沒有太多調味 湯湯水水 裡面很… 沒有掉下去 沒有掉下去 然後下面有玻璃粉 薯粉 還有飯 對 有這些 你還送了飯嗎? 還有飯 吃不完可以拿走 如果我一個人 我可能就吃這個肉骨茶 這樣也夠了 這不是肉骨茶 肉骨湯 肉骨湯 這皮是甚麼? 這皮是甚麼? 有些包的 你用生菜 包些皮豬肉 包些皮豬肉 不知道是甚麼 有些KIMCHI味 但不知道是甚麼 好像蘿蔔乾 你試一下 試了很多 都不知道是甚麼 這個肯定打回家吃 打包的 有些甚麼 這是甚麼 這是甚麼 黃椒 有些叫甚麼 魷魚 魷魚 八爪魚還是魷魚 有些不知道是甚麼 OK的 起碼不是蝦 不想吃這個蝦 它有一個鐵板在這裡 熱辣辣的 對 OK的 有一點油 不過都好吃 你可以點一下醬 你拿一隻碟 有很多魷魚 對 基本上 你打開的那個 班戟是 有很多魷魚粒 我覺得是 八爪魚 或者是魷魚粒 不會是八爪魚 是魷魚 是魷魚 你沒有吃過 KIMCHI餃子 沒有 當然了 算了 你夾不到了 不是剛才夾到的 要低一點 真的 真的很好吃 我們可不可以回去買牛骨 上廳都可以滑一滑 你留一半給我 好 不是滑一滑 這個要煮的 湯 未蒸一定有少少的 我也覺得是 但不算很重 未蒸 這就吃完了 清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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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餃子12元 然後 seafood Pancake 24元 然後 那個 膠煙湯 什麼東西 21元 那個骨 那個骨 是的 29元 這個肉 這麼貴嗎 對 這個肉29元 骨 21元 然後 總共 給了稅 還沒計算 90元 那 這個是兩餐來的 因為我們剛才吃了一半左右 還包了兩個打包盒 那麼 今晚就參加 控肆 晚宴 機仔可以吃了